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年来 台湾电影电视戏剧表现不错 连带幕后工作人员也受到重视 这项工作向来给人印象是绚丽有趣 但身为工作人员最大的挑战 不是工作 而是家庭生活 这项如何 今天谁来晚餐 就来拜访台北许佳 看究竟 我们准备要盖在那个 中央电影制片场 许英光 47岁 从事影视美术道具工作 将近三十年 德国金钟奖美术指导奖 昵称从小许 晋升到许哥 她想找的来宾友 胡又文 李宗盛 看鞋子有没有问普 钻石 看有没有变 林秀珠 46岁 许英光的太太 是个忙碌的职业妇女 她想找的来宾友 胡又文 大儿子徐凯 十六岁 升高中美工科二年级 她想找的来宾是 郭海杰的难 是不是很难 老师嫁我 不管怎么嫁到二年级都 小儿子徐浩十一岁 升高中美工科二年级 她想找的来宾是 女儿成哲 这都要生辞 不要呀 我在做 在神秘嘉宾到访前 要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这个家庭吧 这都还好啊 不能这样 不会啊 我们起到时候要这样香 这样炒进去 我们主要拍一个三零年代 大稻埕的一些事情 就去年搭的场景 在苗栗 从空地开始 从整地开始 许英光身为美术指导 擅长搭建旧时代场景 和制作道具 因为这些都得无中生有 工作人员经常当她是小叮当 画尺寸我们对了 我们就看 左右脚 鞋子有没有问题 没有射差 好 太太林秀珠的工作 是鞋子林秀商的行政人员 在这之前 她也是影视幕后工作人员 跟许英光阴拍片认识 芳草碧连连连的生活 多年轻 多年轻 那个主角 你主角是谁 齐晴跟王祖星 他们就是那部戏 才在一起 你们也是吗 只是他们现在没有在一起 我们结婚了 当时两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因为拍片长时间一起工作 冒出了感情的火花 怎么认识你不记得 你不记得 你不记得 那么尴尬的问题 你怎么会忘记得呢 我请你看电影请我吃饭 对不对 被我的美色所迷惑 有啦 美色所迷惑的 对 两人交往是浪漫的开始 但是谈到结婚成家 一切都现实起来 要结婚的时候 我老公就说 如果说要结婚的话 一定要一个人是正常上班 所以那时候我就 我就没有接戏就开始找工作 同样是工作赚钱 为何旧猪不能继续待在剧毒 因为有时候没拍戏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钱了 那如果没有一个人 在让后面支持的话 像我工作稳定 然后经济又稳定的话 他就比较没有后顾自由 为了爱情 秀珠放弃喜欢的工作 决定转行 家人却相当担心 我姐姐就说 他常常不在家 那你一个人怎么办 所以我就跟他讲没关系 我一个人习惯了 如同婚前预料 婚后老公经常因为拍片不在家 秀珠除了工作 一手包办家务还有管小孩 头太高 头太高 头不要歪歪一点 想要吃大一点 对啊 然后只要还有更多 不要忘记了 你哥哥看我回来 六天了 哦 曾经 许哥为了工作 最长不在家的时间是三个月 第一次是结婚的那一年 再来去三个月 那时候是拍戏梦 戏梦 后来是古莲花嘛 也是整整三个月 是我们要搬 这个搬来这边之前 我一个人下班 然后就载一些东西过来 载一些东西过来 然后整理 进新厨也是我自己搞定的 结婚照 不要啦 哎呦 你怎么这么丑啊 对啊 最漂亮的 谢谢是不对 对啊 那时候比较瘦 你是说我啊 我啦 像我三十公斤 过去只有两种情况 会让许哥把工作暂停下来陪秀珠 一次是结婚 另一次是生孩子 那时候他去西头啊 凌晨就开始痛了 他就没去了 因为我第二天早上中午就生了 开心的咧 他打电话跟我同学说 怎么办 我嘴巴都合不起来 许哥很喜欢小孩 但面对教养小孩这件事 他全权交给老婆负责 小孩子只是男人的大玩具 尤其是男生 因为了解老公的工作和个性 秀珠能做的都尽量自己来 特别是每逢假日 许哥常回主动老家 沉浸在自己的兴趣的时候 他就带着孩子在台北遛狗不吵他 当然婚前就知道 可是婚后还是会有很多 怎么讲 会有很多觉得 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 究竟许哥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情况 让他能陪伴太太和儿子的心力 这么有限 在中间来好了 这里是北投中制场 未来三个月 许哥将带领美术道具组搭设场景 特别是今天开工 赵立耀拜拜 那主要放这边是要看那个太阳 太阳从这边来的话 那个窗户啊什么的就很清楚 哪里可以吃得到光啊 美术道具组的专长正是五中生有 因为是制作历史场景 工程浩大 剧组齐心 祈求开工顺利 一拜完赶紧工作 今天地基拉线一定要完成 这些人很直 好 现在就很直 很直 这边够嘛 这边够的嘛 够够 你还拿这一刀拉五十过来这样的 这样的框框有了 这样框框有了 这个有了 这个正的 对许哥来说 虽然搭景是用木料跟甲板来做 但为了呈现镜头上的质感 许多细节才是功夫所在 那我们是希望说 如果是砖的部分 我们就是用砖 用文化砖去做 那洗石子的部分 我们就真的是用洗石子做 大本就有三十 这样的要求是拍摄品质的保证 这样的要求是拍摄品质的保证 相对成本就高 这次场景制作有一千万预算 听起来多 但为了求质感跟变化 限制就大 于是现场经常可以听到导演 跟许哥商量的对话 怎么办 前前前 对啊 开一条比较 你开一条 开一条路你要做一二三四 四间房子的侧面 对啊 四间房子的侧面都要做了 大概花多少钱 五十吧 差不多四五十 五十左右 五十万 对 开开了 开开 吃得开 我角度会比较多 对 因为侧面的质感就难做了 除了八景现场 许哥还有一个秘密基地 它是一个货柜屋 平日他跟助理 实习生固定在这聚会谈论 但是太阳也是很好利用的 虽然留一尺的走道也太小了 一二两尺 两尺还是蛮小的 太小了 轨道进不去 这样一天忙碌下来 往往许哥回家后 除了吃饭 他最常做的就是看电视 唯一就是发败的时间 电视 其实我有时候也不知道 电视在演什么 这还是许哥工作不忙的状态 等到场景搭完 这是拍片的话 他更是工作第一 有时候我们曾经一个礼拜 讲不到十句话 因为他回来我是在睡觉 出门他在睡觉 然后就讲不到十句话 听起来这对夫妻的家庭生活 交集有限 特别是结婚二十年 许哥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 难道秀珠不曾担心过外遇吗 会 我不会去查他的手机 不会去查他简讯 可能是因为鸵鸟吧 可是我也选择相信他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不相信他 我当初干嘛要跟他结婚 那他有跟我讲一句话就说 其实你如果说我会外遇 我就是会外遇 那你查也没有用 他是跟我讲一句话说 我会把家里照顾得很好 你不用担心 那你自己会想过外遇吗 会啊 这不要补 会啊 年轻的时候会 现在还是会啊 精神外遇还是会有 我相信他也会有啊 因为他身边有那么多 女孩子的工作人员 只是说 他很爱他的小孩 所以他很多事情他会 不会走偏的啦 这是我老公用的 白天坐水泥 晚上测衣服 看多厉害的老公 他那时候去乘家金钟奖 然后我跟那个徐台在家里 然后抱到他的名字的时候 我们两个在家里狂叫 其实结婚这么多年来 许哥跟守珠已经建立一个很深的互信基础 不过他们最主要的平衡关系是建立在小孩身上 可是小孩会长大 也会有自己的世界发展 而这又会怎样改变这对夫妻的互动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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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然后知道空哥的窗户是谁 我都不知道他跳课那么多 他去哪里 大儿子许凯高一严重跳课 差点被退学 这件事让一向不太管小孩的许哥开始紧张 究竟大儿子许凯怎么了 今天的东道主是台北许家 当年许哥跟守珠因为幕后工作认识 恋爱结婚 婚后守珠全力支持许哥工作 却常依人面对家庭生活 时间已久 他的不满渐渐出来 平常工作忙 许家晚餐经常是秀珠下班后 带外食回来 跟两个儿子一起用 或是直接外面解决 难得假日有空 老公也会从主动回来吃饭 秀珠准备下厨 烫猪肉 放一点蒜头 盐巴 米酒 弄咸这样 他们很喜欢这样吃 你有没看的吗 想办法小心一点 秀珠用心准备晚餐 不过拍摄小组发现冰箱上有减肥食谱 这是谁的呢 我的啊 我之前有吃过啊 然后一个礼拜瘦两三公斤 我剩一个胖十公斤 剩两个胖了十公斤 吃这个的时候我就没有煮啊 小孩子他们就吃外面 然后自己忙 你看他吃外面也吃得那么胖啊 对不对 也没有饿到啊 你看他壮 已经胖了两公斤了 就一公斤吧 秀珠年轻时就有爱美享受的欲望 等生了孩子进入中年 加上健康的理由 减肥几乎成了人生目标 不过今天晚餐菜色 跟这一点关系也没有 因为老公要回来吃饭 因为他在外面吃都是吃便当嘛 所以他很不喜欢吃外面 你在家你随便煮 或是有剩菜剩饭他都OK 知道他会比较早回来啊 如果可以的话我就煮 为家人做饭是爱的表现 但瘦下来又是秀珠的人生目标 相比之下 看来秀珠还是家庭优先 这时候许哥从竹冬老家回来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好了 来来一个菜 先放在地上好不好 眼看一家三口已经到齐等着吃饭 厨房里的秀珠开始紧张 我看有没有咸 太鹹 有点咸 许哥虽然年轻五十 身材维持不错 他有点担心老婆跟两个儿子太胖 影响健康 每个儿子太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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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身材如何 饭总是要吃的 更何况这些一家人难得 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一星期一吃两次吧 小班又别不喜欢在家吃 有时候乱吃了就吃泡面 还吃了什么饭团 吃到肥子吃了 小儿子许浩的身材 已经让爸妈担心 那大儿子许凯呢 比较好的 他最近比较胸脏 自己减肥减了十几公斤 算很多了 许凯为什么要点肥 对 好甜的 好甜的 没有 还有喜欢的人 看见的东西啊 谁 女生呢 这也有我们的 上面给我写的 看来许凯比较想要保留秘密 那不如来问问 这家园的来宾名单吧 这个书海鞋的蓝头 有点比较帅 也比较可爱 郭彩鞋比较帅 比较可爱 林凯荣 蛮人来疯的 他主持的节目啊 就叫人来疯 我觉得他口才很好 口才蛮好的 蛮会聊天的 不问问也是 他的头脑也很清楚 对 然后也不会做作 对啊 就对 然后又蛮会煮菜的 蛮人来疯了 想让我哥再看他的老朋友 你很贴心的 就喜欢就这样 对啊 对 至于秀珠 从一认识拍摄小组 就准备了一连串的名单 酒吧刀还有水糖 还有一点小好几个 啊 任贤旗 最后他还追加人选 虎又闻嘛 因为他的服装有得奖 然后我觉得 他也是经过很多努力 很多年他才得那个奖 然后就 我觉得他来的话 可以跟我儿子聊聊 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点迷失啊 他有一点不知道要做什么 他不是服装的吗 对 对啊 而且也是设计的啊 跟我差不多 他也是画那个设计的啊 这对姆子俩之间的互动 似乎有点紧张 究竟是发生什么事了 对不对 我要去哪里 喂 吉娜 坐不住了 你不是跟我 那你再去啊 晚餐后 大儿子徐凯接到朋友来电 准备出门去 师妹 你起来回来啊 好 听起来 秀珠对徐凯晚上出门不太高兴 却又无可奈何 他的晚归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事 多把晚归在这儿 10点多 11点 还有到 有一次到一点多 昨天 昨天一点半 5点半快两点才回来 那他怎么回来啊 他去这公园那边啊 他坐上去写着满面线 后来又去公园玩了 对啊 高党还有没有啊 很长 徐凯是高中美工科的学生 这年纪正是青少年 喜欢和朋友一起的时候 拍摄小组观察 徐凯跟朋友在一起 话说得比在家多 一点秘密也没有 他们说的嘛 他讲的嘛 讲啊 讲啊 谁吧 说啊 谁 谁 你跟他讲啊 在机下讲啊 谁在讲 现在对着全国话 都没在干 讲 讲不得要有 讲不得要有 没有感情 告白的 告白的 告白 许哥跟秀珠清楚这一点 但许凯高一上学期 发生过一件事 让他们放心不下 不过再超过 好像是两个节吧 就要被推了 那时候为什么不想上课 就跑出去玩啊 自己一个人吗 跟同学 有时候是自己 都是大部分去 玩咖吧 许凯从小学画 也喜欢画画 但学科成绩 常年低落 连带影响上课动力 许哥跟秀珠 不在乎儿子的成绩 却被严重翘课 差点退学这件事 着实吓到 对啊 我都不知道他翘课那么多 他去哪里 翘课那么多 姐他到底去哪里 那问他 他也没回 对啊 那我是担心他学坏了 他就是 可能朋友讲怎么样 同学讲怎么样 他就会跟着去这样 就是比较没有自己的逐渐 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这对爸妈担心儿子被朋友影响走偏 但对许凯来说 跟朋友在一起 除了开心 还可以尝试新鲜事 因此许凯会为了朋友去打工 他一直拉我来 他没办 就好好来做 他现在没有呢 好了 既然朋友走了 为何还要继续留在店里呢 因为老板很好 徐凯挺朋友不止一见 他还去学了柔道 一开始是队上的有同学 跟他是国中同学 那有一次队上的同学就说 老师你去徐凯进来练 然后我一看到他身材 我的眼睛就很亮了 我说 你一定要进来 你一定要进来 因为我就觉得他很快 队长 很老 不要靠门力了 门牛 等一下就没了 帅 帅 打工跟柔道 因为有老板娘跟教练 帮忙照顾儿子 渐渐取得许哥和秀珠的认同 但是其他的就不一定了 都很瘦了 为什么 就我这么大 他一直担心了 就每次我跟同学出去啊 他就不让我出去 你待在家里会不会很忙吗 很闷了 为什么 就不知道做什么 就只能看电视啊 在家看电视 和外出跟朋友哈拉显晃一比 果然逊色很多 于是许凯 翘克跟夜归 还是不时发声 这让负责照顾小孩的秀珠 压力极度上升 他左思右想 决定向老公求援 有时候当然他在 可能他在现场很忙的时候 或是他真的压力 甚至可能在外面也很忙 然后工作又很紧凑的时候 他会口气会比较不好 那我有时候也会很受伤啊 因为我的压力是 我要顾到小孩子 我还有我的工作 那我后来自己也想说不行 我一定要让他知道 因为小孩子的过程 他一定要参与 秀珠希望许哥做一个 不缺席的爸爸 但他大部分心思 还是放在工作上 能给孩子的很少 对啊 因为我们的工作 要一直想嘛 要一直动脑筋 所以我们很难 让别的事情插进来 我常常会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每天这样吵 那我这样上班很没心情 我明天非常 还要上班 非常心情会不好 然后这样吵架我们家不会赚钱 难道向来爱孩子的许哥 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吗 其实说不担心是骗人的 我妈到现在还在担心我啊 对啊 那我觉得 有的时候我们点到就好了 那我们没有必要跟小朋友去吵 没有必要跟他去争嘛 对啊 你跟他争 他还是一样这样子啊 对啊 他不会 有你想要的答案啊 你们两个人 在处理小孩子的事情上 其实 我比较放松啊 我比较放轻松啊 对啊 那你有没有背胸的意见 念过 会啊 他常常会跟我吵 但是吵不起来 他也会跟我吵架 我出门叫他 从来没跟人家吵过架 许哥自认要求不多 然而有一次儿子跟秀珠 为了上学这件事吵架 让向来不管小孩的许哥 第一次发了脾气 因为他旷课太多嘛 然后不去上课 然后爸爸起来就很生气啊 就很大声 他就哭了 我吓一跳啊 我也是很害怕 因为我真的没有看到他发 那么大的脾气 害怕父子俩在起冲突 秀珠改要许哥跟儿子一起睡 希望用柔性的mens talk 可以影响许凯 想他还是会听啦 他都会哦哦哦 对啊 那他又回就好了 因为过去相处少 父子俩的距离还需要时间来拉近 而秀珠每天面对亲子关系紧张下 他决定找寻出口 去设大学画画 你如果出了上班就是家里很多事情 你没有办法退一步去想 那你去设大的话其实很多事 就是都是妈妈嘛 那有时候可以聊了 而且换个环境对自己 我觉得是比较好 看来秀珠正试着调整心情 但说实在不容易做到 因为就在拍摄期间 一次许凯凯凌晨两三点才回到家 母子俩又吵了起来 我回去的时候还坐在门口 一打开我就看到他 真的让我很失望 那你那时候吓到了吗 没有 他很长这样 第一次听过也难过 但是讲太弱势了 可是你会不会很希望 妈妈不要这样对待你 对啊 不要这样 眼看母子俩一个口直心急 一个无言反抗 拍摄小组决定鼓励许凯 写下心理话给妈妈 装进便当盒 藉由拍摄小组帮忙传递 这日居时代留下一个 难得全家人一起回竹东 许哥还是把心思放在旧家具上 太太秀珠忍不住吃味起来 沉浸在兴趣中的许哥 真的不懂秀珠的心情吗 今天的东道主是台北许家 爸爸许哥是个影视美术指导 妈妈秀珠在鞋子铃售商上班 平常两人巨少离多 这一年因为大儿子翘课 夜归不断 夫妻之间的争执也越来越多 学校的衣服啊 然后还有我的 还有狗饲料 平常秀珠周一到周六要工作 很少跟着老公回竹东 这一天难得排休 于是夫妻俩利用这个时间 带两个儿子回去 许哥老家务农 住家就在稻田旁 环境开阔外 家族的互动也非常紧密 跟台北租会生活相当不同 每个礼拜都回来 对啊 回来就很多人会来 我哥哥他们 我堂哥啊 还有我侄子啊 我朋友 是我堂姐 看得出来 许哥在这里相当自在愉快 跟在台北家里经常沉默的样子不同 不止他 连秀珠常有的紧风神情都放松下来 因为夫妻俩都要工作 两个儿子小时候交给婆婆代 很有感情 因此一回到竹东 他们会过去跟婆婆一起住 秀珠身为妈妈的负担相对轻松很多 唯一放不下的是小儿子的暑假作业 这个我要用啊 你不是写完了 对啊 写完了 然后呢 然后我要用那个运动的 运动你写完了 我要去运动了 你最好有写哦 而许哥早已兴致勃勃地向拍摄小组 介绍他的收藏品 差不多日剧时代的吧 对 这个找不到了 还有日剧时代的灯泡 灯泡不是这种 日剧时代灯泡不是这个 听到灯泡 秀珠马上想到了台北家中坏了很久的灯 台北是这一个灯泡而已 跟平均小鞋 台北那个是用那个啦 那个 家里关也不换 那个不是这种 那个是省电灯泡 对 省电灯泡比较 那我可以整个换掉啊 不好看啊 对 对 眼看老婆又要唠叨 这时候正好有人送家具来 许哥赶紧出门远离战场 你看这有历史的痕迹 这个 自居时代留下来的 这时秀珠在后面看着许哥 相当吃味 摸很久 因为我又看得很惊妒 很难过啊 你看他摸 一直摸 一直摸 好开始 许哥拍片快三十年 一直觉得这行工作不稳定 考虑将整理旧家具发展成第二专场 因此投入相当多心力 陪伴家人的时间又更少 以至于秀珠经常觉得 只有竹东才是老公的家 有 我蛮喜欢收的 对 因为他几乎 所有的东西都在竹东嘛 这边他就是你需要什么 你跟他讲 他就会搬过来 他用心布置 他这边的话 其实就是 在台北附近的 他会回来休息 放松的地方 我就是雇这个家 雇我们三个人 这是我的家 有时候我想我离婚 可能我只有房子 一个空房子 所有的家具都不是我的 秀珠年轻时 认为老公不常在身边 没关系 但他没想到有了小孩子后 原来老公在不在这件事 影响这么大 有一些比较多摩擦的时候 多少都会想要离婚 就是有时候聚少离多吧 就会有一种这种念头产生 秀珠的情绪 大多跟许哥的工作有关 拍片相较于其他行业的工作 工时长 不稳定 许哥在这行工作将近三十年 对此感受深刻 其实这种工作 一般人做不久的原因 主要是他断断续续的 然后工作没有很稳 不是很固定 那我通常都会跟他们讲 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一定要有第二个船长 或者 对许哥来说 要能在拍片这行 稳定工作赚钱 就必须投入相当时间跟心力 有时候会觉得 对啦 对他们来说 应该不是那么公平 对啊 那你 但是你要想回来 我们也是为了要 要赚钱 要养这个家 对啊 对啊 当然是工作顺利嘛 那你家庭也一定会顺利啊 然而 家庭生活 除了稳定的经济外 最重要的就是关心跟陪伴 特别是孩子成长过程中 不只秀朱期待老公的参与 孩子也期待爸爸 许哥说 有一天说 很久跟没跟爸爸出去 他真的很久没有带我们出去 因为带我们出去 就不能家和万世新 因为我会吵架 觉得很烦 或许对这一家四口 如何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 向对方表达 倾听彼此心意相当重要 拍摄小组决定鼓励许哥 写下心里话给家人 装进便当盒 由拍摄小组帮忙传递 这是来宾的名单吗 要常年在家沉默的许哥 跟家人谈心 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于是拍摄小组提议 先写信给大儿子许凯 许哥想了很久 也打开电脑研究 自己的人生心得 终于他有了想法 我觉得爸妈应该就是他最大的靠赏吧 对啊 不管有什么事情 他还是要回来这个家 应该下层了 写好后 许哥将信折好放入便当盒 将交给拍摄小组帮忙传递 好害羞我这样子 接着拍摄小组鼓励许哥写信给秀珠 不要啦 再用那个联络就好了 我都是用简讯啦 那我之前寄给他的队友生掉了 还没有留意 因为都是有点训话的 所以我就没有留意 许哥专注工作的时候 很怕被其他事情打扰 之前秀珠为了孩子的事情 经常来电 夫妻俩难免起摩擦 虽然如此 但许哥其实很清楚 家人对他的意义 对啊 毕竟将来陪你了 还是这些人 我们已经有通风报信了 好紧张 面对闷锅中的家庭 梦幻嘉宾通常有任务 究竟这一次是哪位嘉宾来当调人呢 这台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变这样子 有箱子的话放咖啡厅就很好看 今天的东道主是台北许家 许哥是影视媒书指导 因为工作经常不在家 太太秀珠平日除了工作 还要带两个孩子 心有余而力不足 经常跟大儿子为了夜归吵架 于是他寄望梦幻嘉宾来帮忙 你别别看我回来啊 但是到了这一天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夫妻俩一点动静都没有 只要去煮还是不要煮 平常我都自己煮 平常我都自己煮 因为他这样的时候就煮 不是煮原本的 人多都好像没办法 夫妻俩扶踢皮球 是因为昨天接到拍摄小组通知 来宾知道要来客家村 将现座已到江丝炒大厂来PK 许哥跟秀珠马上开始猜来宾 不过秀珠也不是省油的灯 老公不下厨还有开餐厅的四嫂 我叫我四嫂来帮忙我就不用怕 而大儿子徐凯有点无精打采 他觉得自己想的来宾不会来 我以前应该不会炒姜丝炒大厂 不管如何既然要请客 菜色不能漏气 不过嘉宾到访的时间渐渐逼近 厨房还是处于备料状态 而许浩喜欢做菜忍不住来凑一脚 不能太长啊 太长不停了 再等一点了 对啦 许浩做得起劲儿 可惜今天不训练小厨师 因为拍摄小组接到通知 来宾已经在家门附近等着了 还好有亲戚帮忙送菜来 不然依这情况待会来宾大概只能炒姜丝大肠配白饭啊 好紧张 如果是金城里头我要抱一下 回顾许家的来宾名单友 爸爸爱听的广播主持人吴恩文 黎明柔 让妈妈很感动的服装设计师古又文 大儿子喜欢的青春偶像郭彩杰跟蓝正龙 还有小儿子崇拜的电影导演纽承泽 究竟今晚会是谁来许家吃饭呢 嗨 门大哥你好 嗨 你好 吴恩文 知名美食节目主持人 作家 曾是新闻主播和记者 目前除了主持广播节目外 也是国际媒体顾问公司经营者 因为我听说今天的主角 也算这个客家人嘛 我其实严格来讲 我自己是父亲是广东客家 我觉得其实客家人都有一个 骨子里面非常像一个特质 就是大家都其实很好客 然后也非常勤俭 然后其实也是对家庭观念很重的 但是呢 可能每个人对家庭的想法跟关心是一样 可是表达的方式跟处理的方式 未必是一样 但我相信每个客家人都是很爱家人的 您好 您好 这是老大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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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二 啊 很开心啊 你的家庭 六四都要回来 吴恩文事前知道这一家四口彼此在乎 互动却有点紧张 他一来决定先轻松一下气氛 老东西很多是不是 老东西很多很好耶 嫁给这种老公多好 越老的东西他越有兴趣耶 你在争执当中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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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争执当中耶 轻松的玩笑化解秀珠的紧张 趁老公泡茶招待客人的时候 他赶紧回到厨房赶工 你去放站哦 你去放站哦 你去要脱压 哦 有帮手哦 这厨房多好 这是我们洛美影头的厨房 太正点了 美景当前 文文忙着拍照留念 浑然忘了今天还有PK任务 我们到我们大堂味道 你们已经炒好了哦 我要跟你PK啊 你们是外带的哦 哪有拿外代表来跟我打混 这是我早上炒的啊 也是自己家里的啦 我们平常吃的 既然秀珠下了战帖 文文二话不说 马上下厨 我第一次在这种地方做菜 第一次 有居高临下 在这个悬崖边边做菜的感觉 太不好吃了 高工好了没在怕的吧 不愧是料理专家 文文临场备料速度相当快 切完配料 主角大肠上场咯 今天要做的是 吴爸爸的姜丝大肠 从小我爸爸就喜欢炒这种 深长的大肠 因为他喜欢吃脆的 有嚼劲的那种大肠 所以呢 他就说 这是最勤俭的料理 因为一块大肠 可以咬好久哦 就觉得吃饱了 竟然来到别人家的厨房 吴文文好奇 许家的姜丝炒大肠口味 我没有放啊 我是问你们家的有没有放 你们家有放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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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要把电话去电台哦 好吃大推荐 姜丝炒大肠 来我要准备我的秘密武器 来 所以我们家才有的 无敌秘密武器 广城皮 我们家会用这个 晒干的广东的橘子皮 拿来放在这个里面 那它就有一个去腥的效果 那这个要行家才会用 秀主已看到秘密武器出场 心想这场PK 怎能输掉 马上除招 橘子片 我还没用啊 还给你 他真快 我先用 但是我先用啊 还他先用 对 香山出� backs 开玩笑 锅子越来越热 文文做好最后准备 好气上场 好 开始 好,辛香料都爆香之后 准备,我们现在大炒了 炒生肠最重要的就是火候 随时注意大肠的熟度 避免不熟或太老的情况发生 放眼 好,我们酸菜不要炒太久 因为酸菜炒得不够脆 好吃吗?好吃啊? 同样是姜丝炒大肠 许家用豆酱 吴家则用酸菜新根广城皮 各有特色,也都是客家菜哦 来,我们举杯 谢谢,谢谢你们招待 谢谢,余文哥,谢谢 谢谢 这是我炒的啊 咬不动不会赖我 老婆,咬不动啊 我爸爸喜欢炒这个有嚼劲的 配酒 离你最近的那一盘是什么 小鱼 那么好吃的菜,为什么离我那么远 一聊到做菜 温文跟许哥秀珠谈得开心 但他知道目前夫妻俩 很担心儿子的成长情况 决定先来认识了解一下 很会炒耶 很会炒 你怎么炒得过他啊 他那么 他妈会赢他啊,但是他天后会赢他 那通常是谁输最后 那你就是成口舌之快啊 就赢不了哥哥啊 下次要认输这样子 越炒感情越好啊 可是我平常带他们两个在家会很发疯 像我自己 我没有结婚没有小孩嘛 但是我有四个小外甥 他们自己会做自己的事情会玩 然后等到真的不行吵架出来的时候 有人哭的时候 只要大人出来仲裁就好 但是我们规矩很多 就是吵架可以啊 就吵到一个程度 我打架可以打到一个程度 所以只要定那个线就好了 小时候谁不打 小时候我也跟我姐姐跟我妹妹打 吴恩文除了分享自家管小孩的规矩外 还建议许家可以趁吃饭的时候跟孩子谈心 像我爸爸跟我妈妈很喜欢在餐桌上解决事情 小朋友也没有压力 大人也没有压力 现在跟我小外甥 跟我姐姐他们 我最喜欢问他们说 你最近的志愿有没有换 因为小朋友常常都换志愿 三不五十就问说 你最近有没有换志愿 对不对 可是你平常你怎么好意思 就走到旁边去问儿子说 你最近有什么志愿没有 怪怪的 就没什么 但吃饭的时候 发现讲什么都好适合 许哥听了相当有共鸣 因为他很担心大儿子 却不知道怎么亲近 常常会教课 真的吗 那请问教课有什么地方去 我常常很好奇 以前我有同学教课 我很笨啊 我就问他说 教课你要去哪里啊 因为 以前没有往他 现在有往他 你去上班 我很怕那个 老师一打来 骗我 真的哦 教练打来 要不要接 我就不敢接 可是你有问过他教课做什么吗 上午就很好奇 你教课做什么 对啊 我不会问呢 真的吗 那我就很好奇啊 你说出来啊 我很不晓得呢 对啊 你跟我听听啊 就 我看一看啊 你们教课都是一个人教 还是同学约了一起教啊 现在 一起教啊 你看 还是有同伴 对啊 吴文文展现当年记者功力 层层追问大儿子生活情况 寿珠忍不住开始吐苦水 因为我每天 我们相处的时间比较多 跟他朋友相处的时间很少 那基本上 他对爸爸就是比较会害怕 那跟我们的话就是 跟我的话就是 有时候我教他祈求 我很轻道 真的听那个话就很生气啊 就是赤子敲软的吃 这个不敢欺负 那个敢欺负这样子 对啊 现在他也是共闻聊 那所以我不知道 他有时候是里面在想讲 有的时候他们想讲之后就讲 对啊 话才刚说完 吴文文马上拿出真心话便当 交给秀珠 里面有许凯想对妈妈说的话 这是谁写的 是老大写的 好 来 妈妈 我念出来了 我要念出来了 念一下 念一下 让我们来听听 我没有看到啊 我没有听到啊 他说希望你可以不要那么爱生气 我都十六岁了 可以管好自己 真的吗 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也不要那么爱对我生气 每一次都为了一点小事而凶我 每一次我跟你炒完我也不开心 然后可不可以不要每次为了一点小事而炒了两个都不开心 就这样子 是哦 里面还有吗 没有 没有 秀珠收到信相当开心 却又忍不住继续讲起身为妈妈的委屈 吴文文虽然知道秀珠的压力跟老公长久不在家有关 但喜欢小孩的他 更希望爸妈要能理解孩子 于是决定继续针对亲子互动做调人 小朋友的管好自己跟大人的管好自己定义不一样 他能管好一天两天就不错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变得可能在气头上的时候 大家都不开心 我也在学习啊 他也在教我我也在学习 但是我的那个想法就是 我的想法就是说 那你要让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然后你是安全的 那你在哪里 他可能已经是同学里面算乖的了 对不对 算乖的对不对 那你不可以拿100分的那个每天跟妈妈回报18次的拿来要求他 没有没有我只是说你往回来你要给我电话 下次我来帮家事法官 一天啊 一天四通电话给吧 不用啊 我只要一通就好了 只要一通 你看妈妈要求一点都不多 你看我帮你争取到一次耶 哪一次下班那一次 放学那一次说我在哪里 我几点到家 对 我觉得让家人放心是 就负责的第一步 对啊 对你自己负责 就是说你对自己的负责 吴文文了解许凯不想被管的心 因为他也曾经为了做自己 努力跟爸妈沟通 要让你爸妈放心 要让他们闭嘴唯一的方法 就是你要做的比他们要求的要更多 他如果是很让我很放心 我也告诉他 你自己以后可以多到外面去看看 你要做什么 以后是你自己决定 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做决定 我给他人生最大的财富 第一件就是要交朋友 但是要交到好的朋友 这边还有一个便当 哇 还没吃到喔 此时 吴文文又拿出一个真心话便当给徐凯 爸爸给你的便当 爸爸给你的便当 大声念出来吧 来 念出来 就希望别忘了我们家 永远是我们家 希望别忘了我们家 永远是我们家 好 短短几句话 你看也没有要求你 也没有要求要 我不会要求任何 第一名嘛 对啊 只要让我们放心 不会担心 像我常在说 这些一天那晚往外面跑的小朋友 迟早都一天那晚 回来 回来 我真的安慰你 有一天你赶都赶不走 我也要求你考试 或是第一天或是什么 他们心里面想 可是不敢跟我讲 原来变成说 我不但在家做菜 还有人付钱请我去做菜 那不是是一个开心的事吗 也许每个人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都羡慕别人家 都觉得自己家好像不怎么样 可是你会发现 当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 把自己心里面的话 不管是写下来 或是讲出来 我觉得你会发现说 原来还是自己家好 对真的不愧是新闻主播 我希望他们两个将来 口才思绪 也可以这么清楚 就知道 因为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 也是要透过 透过别人来跟他讲 可能会比较有用 那这个我就觉得很好 还喜欢 那种就是比较 不要管害眼 比较释怀 比较高 他没有偏袒任何地方 他是站在中间的角度去 他不会偏袒 爸爸妈妈也不会偏袒 对啊 所以 对啊 可信度比较高 我会觉得他对人蛮合的 然后会一直去 对对方了解 然后去帮他解决一些事情 要跟生活紧密的家人 表达心意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只要有开始 新的家庭互动 就不断诞生中 晚餐最后 温文特别送大儿子徐凯 一个涂鸦水瓶 鼓励他在画画方面继续加油 谢谢 姜丝找大厂 赞 健身 刘营 媒体 词 词 一 正